在县长黄建廷和饭店执行长江俊林的共同签署之下 刚刚在台东营运的改亚饭店就以企业回馈地方的理念 表示将会任养台东市区的三海铁马道 进行相关的环境维护工作 而对于企业的用心 县长黄建廷也深表感谢之意 经过了业者努力之下 焕然一新的台东Gaia Hotel 在农历春节前夕正式的和台东相亲见面了 希望能够以最高等级的服务来加入台东的观光旅游业 为了深耕地方以及企业回馈地方的理念 Gaia Hotel向新政府表达愿意任养饭店旁的三海铁马道 县长黄建廷是相当的感谢 因为有企业界的支持可以弥补公家人力上的不足 将近三年前我们把这个闲置的旧税监处 做这个设定地上权 由Gaia这个团队的标之后 到今天我们看着 它一步一步的打造了一个台东的新地标 维护管理是一个很重要 但是又很吃重的一个工作 所以我们很高兴 有这样的好的企业伙伴 他愿意来分摊这样的一个工作 来帮助我们做维护管理的 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不管是在人力 在物力上面 在一般的这个管理上面 将来Gaia都会翻引起这个角色 我们今天这个月大概基本上要签两年 从今年的二月一号开始到明年一整年 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好的合作的模式 可以成为一个典范 而三海天马道平日可以说是台东乡亲 休闲踏青之处 只要是假日期间 就可以看到民众全家大小一起来到这里 骑自行车或是漫步其中 如今由企业来认养 相信对于乡亲们而言是一大福音 24号的合作仪式 在县长黄建廷以及饭店执行长江俊玲 共同签署绿美化合作协议书后正式的启动 未来饭店将会派员进行铁马道的环境清理工作 记者 燕兰州 台东市报道 明天马上一时订阅 哪两时计划 下雨 八通 确议